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回到市场回股环节 现在再看看制造业方面 美国公布的5月份ISM制造业指数 由60.4下跌至53.5 这个指数虽然保持在50点以上 显示美国的制造业持续第22个月扩张 但显然扩张的速度是大幅度放缓 而这个水平也是不及分析师预期的57.7 对了,今天这个数据惊讶了很多人 为什么惊讶了很多人呢 没有想着由60.4下跌至53.5 当然仍然在增长着 但速度放缓了很多 但其实大家都不应该有诧异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数据的组成 是看你很多其他事 我们报告Empire State 就是New York的Manufacturing Index 和 Philadelphia Fed Index 帷城的新累秀 包括培立大戏 和Delaware 和 buat的新成군 加上芝加哥本身的枸物经理数据 你看到这三个数据 就造成一颗全部摄取ISM Index 美国的生产 最主要就是這一區,在東北區 如果你有留意我們的節目,你會知道 那些數據已經開始放緩了 今天跌到53.5 今天有另一個數據就是JP Morgan Chase 他自己本身也計算了一個叫全球購物經理數據 不只是美國,全球 這個數據今天出來是52.9 52.9已經是去年9月之後最低的數據 同時已經連續跌了第三個月 即是告訴我們現在的經濟放緩 已經不是純粹在美國那方面 已經波及到世界那方面 這個會放緩多久呢? 大家都不知道,大家留意著 所以這個數據一放緩,令到今天整個股市 大家沒有力氣,一直有調整就是這個原因 另外,美國也公佈了4月份建築開支 顯示按月上升0.4%至7650億美元 但是3月份的數字,就由強勁的1.4%升幅 被大幅向下修正至0.1% 但是今次4月的數字,是比市場預期的0.3%要好的 prototyping的總數字,是7000 整個建築建築的積要無論 如果將它拆開私人的建築和商業樓宇的建築 私人的建築在四月份下跌了1.7% 但公眾的公眾的公眾商業樓宇 下跌了1.9% 但如果你看得到跟去年的四月比 仍然跌了9.3% 即是告訴我們 美國的建築業仍然沒有改善 一樣還在一級一級跌著 另外轉看加拿大方面 TransUnion今天公布了一份季度的報告顯示 加拿大人在第一季度 除了房屋貸款以外的債務 安年上升了4.8% 至每人平均25597家元 當中以灰省和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的升幅為最大 兩個省份都升了7.8% 加拿大人平均大約欠2萬6元 這個不算過貨幣 即是TransUnion是一間職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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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消費者使用錢已經降低了0.1% 第一季的時候 然後平均Credit Card的Balance欠債也降低了4% 但當然我希望加拿大人賺多些錢 多些人就業 就不用跟信用卡借這麼多錢 盡量還回 如果這個數字不降低 很難再不停地繼續增長 變成我們很難預測向前望 消費者的洗費會變多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個數據 另外美國今天公佈了5月份的汽車銷售 Nelson不如你又跟大家說說 今天GM賣了22萬1千的部車 大部分汽車上升了13% Truck跌了14% 油價這麼貴 現在多些人買洗車 買少些Truck GM的Carcel跌了1.2% 福特跌了0.1% 未跌 街市唯一賣中型車多了些 升了10.1% Toyota和Nissan就慘了 Toyota跌了33.4% Nissan跌了9.1% 福士升了27.9% 然後Kia升了53.4% 其實我們大家最主要看 北美洲的車行 例如GM和Ford 它做得好嗎 如果它做得好 就說消費者繼續肯花錢 但它看得到5月份是平平無期的 亦都告訴我們 其實是放緩了5月份 賣車的 另外龐巴迪公司 今天公佈了季度業式報告 每股季度利潤由上年同期的11尾先 升至12尾先 在第一季度當中 商業飛機的需求上升 令到該公司收到77個訂單 而上年同期只有6個訂單 另外令到龐巴迪公司今天宣佈 他們自16個月以來 首次收到C-Series飛機的訂單 這個10架飛機的訂單 價值6億6千5百萬美元 另外還有10架商討 如果連10架都可以正式簽約 這張訂單便會升值至13億7千萬美元 是的 龐巴迪公司最主要是兩個部門 一個是飛機 一個是Transportation 即是subway的car 或者火車的car 如果你說飛機的方面 飛機再切開 我叫做business jet 即公司買過用的飛機 以及我們叫做commercial jet 如果你看到business jet 這一季就很好 它接了77張訂單 比去年同期只有6張訂單 如果你看到commercial jet 它接到5張訂單 但去年同期有16架飛機訂單 至於transportation 交通方面做火車卡的部分 它接了今年第一季接了12億的訂單 但去年同期接了29億訂單 這就變成了打個和 所以當然今天的市場 都覺得OK 當旁巴迪的業績 所以今天的股價 最高當時做過7.25元 但因為大市場 但因為大市場的市場 變成只有6.95元收市 都升了兩毛錢 一股 就是差不多3% 好,來到這裡 股金鐘的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同一時間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再和大家見面